各位弟兄大家好 今天在这集录音里面呢 自成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正文十二章的最后一节 第八节 爱对爱的吸引 其实这一节讲的标题啊 也是指上主对你的吸引 上主对我们的吸引 等等你看到这个内文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了 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 这个第一段的第一句呢 看起来就有点触目惊心 他说你真的相信自己 有杀害上主之子的能耐吗 那这显然是承接上一节的最后面来的 那就是上一节的最后面呢 我们讲说这个跟上主分裂呢 形同对上主是一种攻击 那而且是一个滔天之罪 是个唯一死罪 意思就是说 你在攻击上主的时候呢 也这是一种谋杀性的攻击 当然这全是幻象 但是这一个幻象之梦 这个小我的梦境是非常恐怖的 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里面的恐惧跟罪 就是这么的强 那这个攻击跟杀害 当然是针对上主的 也是针对我们自己 也就是这个上主这次 毕竟我们的心灵跟上主是一体的 所以他才问说 你相信你有这个自我杀害 自我攻击的能耐吗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天父已将圣子妥善的 安藏在自己的生命之内 使你的毁灭之念 鞭长莫及 但是你自己却因着这些念头作祟 再也无法得知天父及圣子 也就是你的真相 那你每日每时每刻都在攻击这个真实世界 也就是在攻击天父 也就是在自我攻击 你看不见他的踪影 岂非意料中的事 那这个攻击呢 你越去觉察越是修炼 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很隐微 你可以说你在人间所观察到 所有的这些爱恨情仇 你以为是恨的 你以为是爱的 其实全都是攻击 你在追求特殊性跟特殊之爱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攻击之念 包括这个父母亲对子女的一些关心 其实是担忧 还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心 出自于恐惧的 其实全部都是攻击 这个是深刻的觉察 会带你看见的 接着他说呢 如果你是为了打击爱而寻找爱 你是绝对找不到他的 那当然你可能会说 没有人这么笨吧 寻找爱却又攻击爱 不过你看看 就是人间上演的这些 特殊之爱的句吗 特殊之恨的句吗 这些爱恨情仇 然后再来回答看看 是不是我们常常在找寻爱的时候 还一边把爱推开 一边在攻击爱 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 第二段的第二句呢 他说天父的爱 已将圣子 护守于完美的平安之中 故他一无所需 也物一无所求 也就是说你的内在 是圆满的 而且天父的爱呢 也把这个圆满 给护守着 这个凡真实的 凡实相 都是不受威胁 任何的攻击都动不了他 那这就是你的自信 你却感到他遥不可及 因为你心灵之中 仍有攻击之念 那当然这个攻击之念呢 也就是分裂之念的 一个代表跟象征 所以分裂 那当然你就 没有办法再意识到 那个一体性 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三段 第二句呢 他说真相本身 是不可能看不见 应该是实相 实相本身是不可能看不见 因为他在圣灵眼中 是清晰无比 当然是指心灵之一眼 并不是肉眼的看见 那之所以看不见 是因为你的眼睛 老是盯着其他的东西 而就是盯着幻象在看 那进一步的讲 也就是说 当你底层的这个心灵 是倾向于去看幻象 就是把幻象当真的时候呢 幻象看起来就很真 而且牢不可破 没法宽恕的 那你看实相的怨心有多强呢 你可以体验到他就有多深 这个是我们在修炼中 一再看到的事情 那下面第六句 重新的再强调 就是这个真相或实相 它定义是来自上主 并不是由你来界定的 这是在起习课程 这部课程里面 一直前前后后 反复去强调的 那我们其实在分裂 跟小五的这个看见里面 就是一直想要去界定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那二元对立 真假对错 就在小五的这个思维里面 我们想要做真相的主人 就是我们不认上主 他所界定的 我们要认这个主人 这是为什么第一课在跟你讲 说其实你所界定的真相 你以为真假对错 其实都不具任何意义的 那个原因 好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到 第四段 第四段呢 他说因着天父的爱呢 你是永远无法忘怀他 那因为天父已经亲自的讲 将他置于你的记忆 也就是置于你的心灵之中 不可能忘得了 那即使我们把天父的这个记忆呢 把他深深的遗忘在前意识里面 但是这个 人就会有一种 一种痒的感觉吧 也就是说你得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觉得痒 那其实每个人也可以说 冥冥之中都是在找寻天父 当然不是基督教讲的天父 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其实可能讲的上主指的是 我们共有的那个生命的源头 灵性的源头 那这个是不可能彻底的把它忘掉的 那我们常常在人间中追求的一些 特殊之爱吧 像我们可能追求像爱情啊 亲情啊 这种的 其实他最深刻的部位 也都是对天父的一个渴望 只是我们错把特殊之爱当成是 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圆满 使我们真的平安的那个 那个东西 但是其实错 当然这是错误的 这个追寻是错误的 但是除非你真的能够找到天父的爱 进入无条件的爱里面 在那一刻之前 你都是会感觉到心灵 有一个不圆满 有一份空虚 有一个渴望 那你能够否定爱 却无法失落它 这个是第二句 那我们花很大的力气 必须承认 花很大的力气在否定爱 但是不管如何 天父一定是把这个爱 护手在他里面 不受任何威胁的 那下面第五句呢 他说上主会帮你 与你自己重新的复合 他不会弃你于痛苦而不顾 你在等待的 其实就只是他 这个讲得非常清楚 那也很动人 就是你在等待的 其实就只是天父而已 你以为你在等待的是 可能什么人啊 或者是什么工作啊 或者是金钱啊 甚至是某些物质层面的东西 但是其实 真正我们内在最深处 实际上在等待的 也就只有天父而已 唯一的需求 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绝不会弃你于痛苦而不顾 所以就有了这个圣灵 也就是天父的一个延伸 他的代言人 他前来帮助你的一个媒介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小我里面 对天父大概最严厉的一个指控或者投射 就是 像耶稣在圣经里面 被钉上十字架之后讲的那个话 像这个天父去呼喊说 你为什么 这个遗弃了我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你为什么遗弃了我 那如果真的是耶稣的话 而且他是一位得道者的话 他绝对不会讲这句话 那因为真正弃我们于痛苦 就是说把我们的心灵陷于痛苦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 那天父对于这些 是完全一无所知 所以这个指控 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那你是一直去这么指控的时候 你就会 还是把自己往痛苦里面扎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死结 你没有办法脱离出来的 会持续的在幻象里面 跟幻象认同 而且活得很痛苦 好 那接着我们往下看了第五段 他说只要你祈求恢复这一记忆 你就会一起他 那当然就指天父的记忆 那当然这个祈求 这个祈求呢 也不算是这个 一般意义上祈祷 而是讲愿意 只要你愿意恢复天父的记忆 你就一定会一起他 那当然讲愿意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些抽象 或者很多人会说 那我当然愿意 我学奇迹就不是就是为了要 一起天父吗 但是你要对奇迹的这个 这个道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 如果在你内在仍有一丝丝的 想要定罪弟兄的那个欲望 那就还不能达到完全的愿意 就还不是真的那么愿意 因为当你定罪弟兄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那一体性 那一体性正是 你跟上主共聚的那一个本质 所以真正愿意恢复上主的记忆 是要宽恕 那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 不论他是谁 也不论他做了什么事 对你说了什么话 所以这句话 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那么简单单纯 他有包含整个奇迹课程的 这个礼录在里面的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的心灵千方百计 要抹杀这个记忆的话 那上主自然无法照耀此心 那当然你还是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的心灵要千方百计 好像很努力的要去抹杀这个上主的记忆 因为上主现身 小我就不在 那上主现身的我们的自我就不在 那上主现身的 所有你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特殊性 特殊之爱 追求简单言之 就是你追求的一切 都不具任何意义 而且也不具任何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 小我他是这么千方百计的 要去抹掉 抹除这个上主的记忆 那他说因上主的记忆值 可能降临于有心意义他 而且不再疯狂的想要操弄真相的心灵 你连自己都掌控不了 实在不该怀有操控宇宙的野心 那只要看看你自己的杰作 你该庆幸自己并没有这个本事 但这个是讲的 有点点像是这个挖苦的语气 但是他的确讲到了在小我内在 小我在潜意识里面最深刻的那个部位 就他的野心是要控制整个宇宙 当然你可能会想说 我是有些控制欲 但是有这么严重 但是 如果你讲这个话 大概应该是代表你对自己内在的了解 还可以再加深 还有需要加深的部位 这是关于你的自我觉察 还有自我认识 好 那接下来是这个第六段 第六段他讲说呢 这个上主之指 不要任命于虚无之境 凡虚妄不实的既不可见 也无价值 这边任命的话呢 不是一个很好翻译 那如果要比较贴近原文的话 因为原文是content这个字 所以应该是翻成说 不要自满于虚无之境 因为他这个虚无之境 当然指就是这个幻象世界 那他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因为你在这个幻象世界 一时之间得到了金钱 得到地位 建立了家庭 有这个工作 有了收入之后呢 就自满 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满足了 他说你不要因为拿到一点点 这个虚幻的好处 小我给你的这些虚幻的好处 就觉得这里已经很不错了 就安心的待在这里面 这是这句话的含义 Do not be content with nothing 不要自满于虚无之境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说 你如果 很多人 就是你会发现 如果他们在这个世界 也过得还不错 那 这个 过得比较舒服的这些人 就变得好像比较难修行 大概原因就会在这边 那接着他说呢 凡是虚妄不识的不可见 也无价值 那这个也是他多次在这个奇迹课里面提到 包括他讲说这个 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们身体有的元素土壤里面也都有 那我们身体其实就是一堆土 他当然是这个沿用这个圣经的一个 一个批语来讲 然后就是说 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的耶和华就是用土捏成人形 所以这个 就是说我们身体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堆土 那当然这个讲的是 好像很虚无了 那这是在我们学习宽硕的过程中 慢慢去认出说 其实你以为在这个世界能够满足你的 最终还是都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的心灵 那但即使是这样呢 我还是建议各位 就是要善待自己的欲望 那有欲望出来的时候 不要去打压他 你让他出来 然后只要提醒自己说 这个世界不论我追求到的是什么 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 也不能真正驱除我内在的恐惧 只要这么样轻轻地提醒自己 就好 那让圣灵领导你去感受到那个上主的爱 那上主的那个圆满 让你感受到慢慢慢慢的 渐渐的你的欲望就不会是这么强烈 而且不可遏止的程度 那绝对不要去打压你的欲望 或者甚至我看过很多人他会去假装他没有这个物质的欲望 那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那这个只会让你持续待在自我欺骗里面而已 并没有什么好处 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 第七段 第七段呢 他说不论你企图在自己的觉识跟真理之间 拉近多少距离全都无济于是 不好意思 因为这句话呢 一看就知道一定翻译错 所以就是那个拉近 应该按照原文是拉开 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觉识跟真理之间 在你的知见跟真理之间 拉开多少距离都无济于是 好那 这样才会接到下面 他说你是可能看到上主之子 因为人人都具有这个慧见 圣灵在你身上所见到的就是上主之子 好那这个拉开距离 其实就是我们 聚这个弟兄聚上主于千里之外 那也可以说是因为内在的抗拒 所以我们就 一直要企图保持分裂的状态 是在这个地方 接着他说呢 你视而不见之物在他眼中 却历历在目 他始终记得你 因为他不可能遗忘天赋 你以前只知着眼于非真之物 自然只会找到沮丧跟绝望 好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 不论你在这个事业上得到多少 好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那一部电影叫大国民 好他就很强烈的把这个意象把它拍摄出来 好那就这样起一个人讲 Nothing cannot contain you 好就在这个事业上的这个东西都是虚无 好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去满足你的心灵 好那一样善待你自己的欲望 只要去觉察到就好 觉察说不管你买了什么 拥有什么 内在的那个空虚还是会出来 无价值感还是会出来 恐惧还是会出来 所以会有这个沮丧绝望的状况 接着呢下面第十句 他说凡不是上主赐你之物都不能控制你 而爱吸引爱的力量 这非你所能抗拒 好也就是说凡外面 外面来的那些呢 最终都并不能真正控制你的心灵 好那那上主在你心灵的深处 好这个爱的呼唤呢 一定是有一天你必须去正视他 面对他承认他 好无法抗拒的 那爱的任务呢 就是将万物结合在他自身之内 好也就是爱 那他的本质就是一体性 他是往外面去连结的 而不是去切割 去分裂 最后呢第八段的第四句 他说你只要正视一眼 便会异起原来他始终不曾改变过 虚无当下便消失了踪影 因为你始终于懂得如何真正去看 也就是说真的去看到这个圆满 好那只有往这个实相里面去追寻了 好才能真正体验到 那在我们眼前有形有象的世界 呃 纵然一时看起来很真啦 但是 呃 最后你一定会体验到那个虚无 从一些缝隙中冒出来 好 感谢大家 我们又通过了这一章 第十二章 我们把它全部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正文最前面的 已经讲到了这个十二章末尾 好那自成在这一边呢 也呃 希望大家好 如果说呃 你在在我们的录音里面呢 呃有得到这个真的好的学习跟看见 好那也请求你好 那如果呃 呃在经济上不算太紧迫的话 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好 那让我们呢 这个可以把好的录音好继续关录下去了 那继续分享在网路上好 那可以帮助非常多人 尤其如果是没有办法好 尽情没有办法来课堂上上课的人呢 就能够得到好的帮助好 那你可以在自成的网站上面 呃找到这个汇款的信息好 那也谢谢大家收听 那也谢谢大家的赞助 那我们会接着往下面灌证文的第13章 会越来越精彩